调料与营养 调料油盐酱醋 首先先说油 油 吃什么油 只要是炒菜用的油 无关 也就是说 不用挑选 都可以 为什么呢 现在有人想讲 油要少吃 盐要少吃 这为健康饮食 我们说没有科学根据 因为什么 因为炒菜的油 就是为增加你的 食品加工的时候的温度 是为干这个的 跟你血脂高低 没关系 你炒菜 一放油 很快 这个温度就是150 200就上去了 而用水 肿只能到100度 这是加工的问题 在家上挥发 在什么 实际上吃不了多少 说你很多油水 油水 对 什么时候那油也在上头 底下都是水 所以这个油无所谓 你也倒不多 因为倒多就不叫炒菜了 那叫烧了 我会让你加工的水 你最后的水 这个油水 我会让你加工的水 就不叫你加工的水